我們來跟各位介紹這個筆的部分 這個筆的部分 IP-EVO Nonator 它本來是做這種叫實物投影機 我有買一台 這是我買過用最少的一台 當然它不貴啦 但是實物投影機 可是它後來就是有出了這個軟體 即使你沒有買他們家的產品也可以用 而且是Windows跟Mac都可以 那我們往下看 這個部分 如果說各位你沒有從剛剛那個電腦面下載的話 你也可以到他們家 這裡 直接點過去 直接去下載 點進來之後呢 在上面這邊 我們確定現在網路速度會不會比較慢 從下載這裡 好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 產品字 這個是硬體 這是軟體嗎 我就找軟體 有沒有看到這個 點下去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是最新版本 這樣按確認 有沒有Mac的或是Windows的就可以直接下載 那你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這樣OK嗎 檔案的話 我偷看一下 因為我忘記多大的 好那你找到它下載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安裝軟體應該不用我們交嘛 YES YES OK 我同意就好了嘛 對啊 但是你們都沒有看過那個上面的那個 條款 因為我以前寫書 我會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寫就是免費軟體了 所以那個每一個軟體有什麼授權人家網路去看 你就發現好可怕 好啦 反正這樣裝完有沒有 桌邊上就一個 那你就點兩下 那麼各位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人是使用雙螢幕的 有嗎 有沒有各位同學 你自己是使用雙螢幕的 沒有 你們的電腦都不負擔擔一個位 如果說 因為如果你是雙螢幕 這邊跳出來它會有一個畫面 問你說 你這支筆要在第一個螢幕用還是第二個螢幕用 這樣了解 如果這螢幕它就不會問你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就跑出來了 你如果不習慣在這一邊 你可以叫這邊的出來 左右紅圓 好嗎 那我等你一下 那各位呢 現在都裝好了之後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那延伸閱讀這有其他文章 有其他文章 你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就是 它要切換真的還蠻容易的 你看我們剛剛講過 有沒有左右紅圓 你喜歡用左邊就用左邊 用右邊就右邊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要進入繪圖模式 這個就是一般的電腦操作模式 綠色這個電腦的部分 給它馬上就進到繪圖模式了 有注意到嗎 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萬一你在這個時候 我想要操作一下電腦 比如說我的內容 是在比較下面這裡 對不對 那你要操作一下怎麼辦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就是你告訴他 麻煩你先幫我回到這邊 所以你看我點到這邊 這個時候 我是就切回來了 那你在進來這個模式 有沒有發現筆記還在 所以這個是優點啊 老師也不用擦白板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一樣的 當然如果你真的要擦掉 這個垃圾桶 有垃圾桶可以擦掉 那除了這種筆 對不對 你可以設定 那也有一般的筆 比較細的筆 剛剛那個是螢光筆 剛剛那種是螢光筆 那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簡單的使用 萬一有需要尺的話 這裡有一支尺 有沒有 可以量一下 甚至怎麼樣 有圓規呢 各位同學 你會現在用到圓規嗎 應該比較少 所以我這個就不用講太多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我先把這個先清掉 再來我們往下走 第二種方法 我們剛剛講的是 這裡 如果你希望 我還在繪組模式下 我只是暫時離開 也可以用這支滑鼠 你看到我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還是可以操作 可是這個畫面自白在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還有一個老師也許會比較喜歡的 叫做 戰險墨水 你們以前有沒有小時候玩過 沾用毛筆 沾那個叫做什麼 有時候檸檬水 洗掉去 然後就這樣 一段時間 乾掉就消失 所以這個地方 你看 你如果要那一種 點開它 我發現我現在這裡 是粒英文的 我們先調一下 在右手邊這裡 底下 按右鍵 有沒有設定 嗯 你進來這邊 那你進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就有語言 你就把它換成繁體中文就好 所以如果你安裝的時候 裝完了 它跑去英文 你就從那邊切換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知道哪一個叫 戰險墨水的嗎 有看到了 你這樣勾起來 那你用了這個之後呢 寫下去 有沒有自動消失 所以那個 上課不認真的同學 老師喜歡 自動會消失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這樣老師就不用擦白板了 不是嗎 對不對 講完了 我也不用在那邊擦下去 同學請看這裡 時間到難就自己消失 這叫戰險墨水 好 那我現在暫時切換到這邊 我再往下看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可以用的 有 上課要認真 什麼叫上課認真 這裡 剛剛有同學在問 對不對 這裡 因為有人說要下載哪一個啊 就下載這一個啊 這樣有看清楚嗎 這樣還看到上面我就 就沒辦法啦 這個 還是你要用另外一個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考試的時候 用這種比較方便 所以同學我們現在把答案先遮起來 有沒有 不要偷看 哈哈哈哈 這樣 你可以從下面 你可以從上面 這樣好嗎 哈哈 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它的工具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是我會選擇說 讓大家看一下 咦 原來有不一樣的什麼 就是方式 再來還有就是 你的白板 平常老是一個白板夠用嗎 你們上課現在老師又寫很多版書嗎 大部分都用簡報比較多對不對 那如果老師又寫版書的怎麼辦 一個白板搞不好不都用它寫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你可以用拍的 也可以直接進入白板模式在這裡 有沒有這邊有白板模式 這兩個都是白板 一個是左右兩個一起 一個是只有單一白板 我們從這邊 按一下 有沒有進到白板模式了 這是第一個白板 如果老師這邊都是 抱歉 現在不用暫行了 這樣 不要用暫行了 來 No.1的 好 那這個白板不夠 要怎麼辦 下面這邊 下面這裡有 下面這裡有 我點到這裡 這裡 哇 剛好被擋住 稍微拉到旁邊一下 先拉到旁邊 這樣有看到嗎 在這邊 一個白板不夠 有沒有第二個白板 這個是No.2 所以呢 你可以再增加第三個 我在寫那個部落格的時候 我測試過 六七十個 還可以 那我怎麼切換 有沒有就回來了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 嗯 這樣還不夠 我先離開一下 這裡 等一下 這是會書 抱歉 我就先換到別的工具 回來這邊 如果我想要這一個 對不對 我想要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抓起來 你看 抓起來到白板裡面 講清楚 說明白 抓起來 你看下面這邊 他有沒有問我 你要不要複製到白板 有沒有 對 我可以 因為老師的教材 可能是網頁的教材啊 可是我要講解的時候 我可以拿來白板裡面講解啊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看老師 我就馬上複製到白板 他就問你 你要到哪一個白板啊 假設你要放在這邊 我就確定 欸 等一下啊 他跑到第四個白板這邊來了 我再叫他一下 這裡 我見了 好 回到這邊來 反正使用方法大致上是這樣子的 你這邊弄好了 我也可以把這個畫面拍照下來 拍照我要局部的範圍 一樣送到白板 有沒有進到裡面來了 所以你就按 匯錄 看你知道新的白板 還是第一個版 第二個版 我就放到第一個白板 把它匯錄 有沒有進來了 我就可以在這個版本 白板裡面 我來做講解 這樣下去嗎 嗯 那你覺得老師的 筆記做不重要 現在上課都是老師在做筆記嘛 同學有做筆記嗎 沒有啊 你都是 老師來 簡報繼續來 你都沒有覺得老師很辛苦啊 簡報都幫你做好 然後你們的動作是 請拍照 就這樣而已 老師做簡報 最沒辦法 一點點時間嘛 對不對 你們按快門機多久 現在大家都通管 所以這邊有沒有一個匯錄的功能 老師辛苦在那邊 畫的筆記最重要 可以匯錄 所以下次 老師畫好的 就看你要哪一個白板 匯錄 筆記就有了 然後以後老師上課就這樣 你看我以前有寫好 你自己看 就不用重寫了 好看一下 這個是像這樣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 白板裡面要打字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打字啊 對啊 來 那我就把它清掉 所以你往下走 來 翻到這個滑鼠 我們往下走 在這裡 欸 它其實功能還不少啊 像這個是多個白板一起 好多個白板一起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那 那 這個工具 其實還有好用的地方 你知道嗎 連錄影都有 連錄影都有 真的啊 你看我先 我先把它用左手邊的 你看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錄影 真的有啊 而且錄下來 雖然是WMV 但是檔案也蠻小的 不過有一個 稍微留意一下 我發現 有些人 就是 他錄的時候 預設他好像沒有抓到你的麥克風 所以 你要到他設定裡面去選擇 你麥克風是哪一個 這樣了解嗎 因為有些人剛開始 裝完之後 錄 有時候好像 沒有自動抓到 我做一次給你看 在這邊一樣按右鍵有沒有設定 好 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音訊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他沒有抓到 雖然我現在有插那個 網路攝影機喔 可是他沒抓到 好 所以 如果你發現 錄了怎麼會沒有聲音 就來這邊 調整一下 選好 這樣錄下來就有聲音 你看 開始 開始錄了 左下捏娘 所以我們現在 開始講解這個部分 真的在錄影喔 如果萬一你有需要把螢幕小鍵盤 拿出來這裡有一個啦 不過我覺得小了一點點 好 錄好了我就按一下 這樣就錄完了 你看有沒有錄好 真的啦 我們今天都講真的 沒有講主的 這個15秒800多片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講幾個部分 這樣可接送嗎 真的在錄影 因為簡單吧 如果 他只有少一個沒有攝影機畫面而已啦 好沒有攝影機畫面 因為他這個錄螢幕上的都沒有問題 好 因為有些其實 有些老師或同學其實 並不喜歡現身 只喜歡現身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 用這個 其實也蠻方便的 這樣OK嗎